家人们好 臭鲁鱼大家有没有吃过 今天分享臭鲁鱼的腌制 下一个视频分享臭鱼的做法 这是北海下银港 刚钓的海鲁鱼 先把鱼鳞刮掉 鲁鱼开背 把内脏鱼鳝去掉 背部两面竖着割一刀 方便入味 准备一点芹菜 葱 姜 香菜 鲜辣椒改刀 把洗好的鱼空干水 加盐 一般一斤鱼一小勺盐 一点白糖 一点胡椒粉 味精 白酒 加入准备好的配料 再放几个八角和花椒粒 把鱼盒调料翻拌均匀 腌移到两小时入底味 腌好以后去掉料渣 准备王子盒臭豆腐乳三到五瓶 带套 把臭豆腐抓碎 用食品箱倒入臭豆腐 把鲁鱼摆在里面 每一条鱼都要没过汁水 用手往下压 方便入味均匀 准备保鲜膜 把上面用保鲜膜封起来 不要让香味跑出来 腌制时间不少于三天 可以把腌制好的每一条鱼 分别用保鲜膜 单独包起来 放冰箱里 做的时候拿出来解冻就可以 下一个视频分享做臭鲁鱼 希望大家点赞 关注我 谢谢